今次推介霞呂一間很便宜性價比油膏的酒店 兩個人都是七百多元 還可以價錢浸溫泉 來到霞呂當然不少得是見到很多青蛙 霞呂溫泉街還有很多甜品吃 想知道霞呂有什麼玩 快點看一日油膏 我現在已經到了下旅了 這間就是我們今晚住的酒店 這間酒店的房間其實是大大的 但不是很多東西 房間也挺漂亮的 其實房間是很日式的 有兩張椅子和一張床 然後就是電視機 電視機有點小 雖然這間酒店看上去不止日本傳統式的溫泉酒店 但也很新漂亮很漂亮的 價錢就是七百多元 還要包上早餐的 兩個人 我想說這裡的廁所有點小 浴缸是很小 應該就讓你洗澡用吧 來到下旅就可以換這件浴衣 可以到處走的 但冬天就穿外套 是完全看不到這件浴衣 就是一件很厚的外套 他吃飯也可以 浸溫泉也可以 但是呢 那對人子湯的木劇 真的不太好穿 我們現在走四分鐘去吃東西 應該四分鐘的路程 要八分鐘才行不到 我覺得他的木劇不平 然後我們就去了一間 圍着酒店附近的居酒屋吃晚餐 又是似曾相食的树叶 在夏旅这个地方又是吃飞逃偶的 来到夏旅入了一间小小的居酒屋 然后呢 这些设餐是超级的 只有1800日元 这个设餐是100元而已 超级 要炒一下 这个 这个是 荷叶烧 是不是荷叶烧 这么大块 树叶烧 树叶烧 树叶烧飞逃偶 这个是铁板烧 不是 这个是桃板烧 这个叫做有牌烧 超大块树叶 不知道是不是到街上收拾树叶上来烧 哇 看看肉质又是 又是飞驼牛 超多肥膏 接着呢 这间居酒屋里面 还有只有三张桌 都不知道怎么够成本来生活 喝水果 不过呢 真是超超日式 平民的感觉 嗯 吃了这块呢 汁好像麻醬似的味道 但是呢 肉质呢 真的没有这个 入口即肉 因为我们呢 吃过这些飞驼牛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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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是A5 这些应该是低质一点 所以 我真的靠个汁都比较好吃 送饭一流 好像鸡蛋烧 哇 下雨啊 不是 下雪啊 这间酒店的私人温泉 还有美肌和放松功效的 在这间酒店呢 给4000日圆 就有个私人浴室 可以浸45分钟 原来呢 这个私人浴池是露天的 一打开门是冰冰的 然后这里就是给你浇面 热的地方 还有梭妆的地方 这里呢 就是包一个简单的早餐 其实是一些面包 在这个屋里面呢 就是罗松汤 下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天 好晒晒 这是天 然后现在就去行温泉街 有太阳超舒服 这间呢 就是我们住的酒店 其实它是一个日本民宿 其实它是一个日本民宿 山上都是雪山来的 我想说 昨天酒店的温泉 不是太热 所以呢 是刚刚很适合 好像浸浴 那样 但是呢 是有点 弱性的 是 所以都很舒服的 夏女温泉 是日本三大名湯之一 这三大呢 就是有草根温泉 有马温泉 和夏女温泉 夏女温泉 夏女逢星期六 都有这个花火 即是放烟花 和夏女周街 都有很多这些可爱的画 夏女温泉 有千年的历史 它的温度 是高达84度的温泉水 从地下涌出 所以是名符其实的天然温泉 它的水质就是弱简性 它的成分单纯 还要模式透明 还有淡淡的香气 就可以令皮肤很滑 今天超好天 是太阳 然后我看它温泉界 是很多甜品吃的 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个指示牌 哇 原来真的很多地方可以去的 这个猎奇馆 其实是不是用密室逃脱呢 所以夏女温泉 就是被譽为一个美人汤 听到那些美女都想来浸 走走走 我们就来到这个温泉寺 这个就是以前士兵的墳墓 它在温泉寺前面 在入口 哇 走完7749级路 终于上到你 温泉寺啦 这个字是很清静的 没有人的 然后呢 全部摆东西都是自己给钱自便 有个瘦老人 温泉寺其实是供奉一个药师的 据说一场大地震之后 夏女温泉竟然没有泉水涌出 那些村民就非常难过 直到有一天 一只受伤的白鹿 降落在益田村的河岸 和逗留了三天 那药师就帮他医治好液 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温泉水竟然涌回来 那之后呢 白鹿就飞走了 那就留下药师的像 这个就是夏女的温泉药师 可以祈求健康 大家听完这个故事 所以温泉都是白鹿来的 120日元一个 飞驼牛包包 500日元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夏女温泉这么多青蛙呢 因为夏女温泉的日文发音 就跟青蛙的叫声相似 所以就变成一个吉祥蜜 斯多啤梨大福 那我们走温泉街的同时 就会经过这个 青蛙神社家慰流神社 在这里可以祈求健康财温 接着我们就来到夏女温泉的青蛙神社 其实呢 这个神社呢 是很小的地方 但是呢 还有些 灯呢 是很小的 下雪呢 那些桌子都是雪来的 这是青蛙神 蛙神 这个是青蛙神 蛙神 蛙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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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要有声音 谢谢你 蛙神 谢谢你 青蛙绘蛛 来到夏女一定要买这间温泉布丁啊 我想跟大家说是很好吃的 那这间温泉布丁呢 是很滑的 那些布丁 可以用夏女的牛鱼来做的 和高山鸡蛋 真的吃过番茄味的 除了普通的牛鱼布丁呢 它还有其他味道的 例如有蝦蜜瓜和巧克力味 和它店铺的装饰都很特别的 这里还有一个青蛙浴池 这是夏女最有名的青蛙布丁 然后呢 真的十点开门 它真的有很多人派对 和北战要派对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青蛙的肉堂 可以坐在那里吃 搞笑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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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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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坐下去 哦 哦 哦 我是不是这样的 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这边是个浴池 哎 它还以为有一张椅子 让你在那里洗澡 很快 哈哈 搞笑 哦 在那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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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哦 是 哦 有个烧的 在那里烧 有个烧的 还有些青蛙装饰卖 贩卖 飞驼牛搞笑公仔 这个也搞笑 但是牛搞笑一点 好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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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第二间甜品店 就是这间了 它这里有饭团和甜品吃的 这里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有只牛在浸温泉 但是其实是一个猪汤来的 就是牛奶蒸钱 牛奶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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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糕 鸡鸡鸡鸡鸡鸡鸡 好笑哦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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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人气No.1 在外面呢 包包是热的 中间夹着雪糕 嗯 中间夹着牛奶雪糕 然后包包呢 是马上叮蛋了 是甜的 这个是 外情蜜瓜包 加中间 牛奶雪糕 好笑哦 这个 我们来到这个 下旅測福神堡 很可爱啊 你看看全部測福神 周围呢 都有 下旅的标志 这个风露兽的样子 很像奇罗罗罗 这个就是下旅的布袋 下旅測福神 这三万只的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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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旅游泉 下旅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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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吃甜品 甜品 甜品 如果大家知道的短片 就like 短片 subscribe我的channel 下旅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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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下旅游泳 下旅游泳